了解一下大家的一個程度跟那個學習需求 所以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大部分的同學的程度最多的話 因為我們這一班好像才11個同學 目前有8位同學填寫資料 然後進階的話有5個 所以好像最大宗 其次的話是入門 兩個 再來就高階 所以 所以大部分同學都是已經對以色列的函數應該是不陌生 所以也許我們在以色列的函數部分的話 也許可以講稍微 可能也許如果你是選入門的同學 可能要點心理準備 或許因為我們會取個中間值 所以如果你可能比較跟不太上 沒關係我 因為上課有錄影 所以你回去的話 假如你有點跟不上 或聽不是那麼懂的話 沒關係你回去再花一點時間 把它再複習一下 OK 那如果你是選高階的同學的話 那當然 沒有你可以 先把前面的 也許我們講到的部分 還沒講到比較後面困難一點 你可以先做練習 或者有問題的話也可以提出來討論 OK 那再來的話呢 希望上課以哪個部分為主 我看最多人選的是 VBA 當然這個一定會講到 也就是說在Excel裡面 當然它提供250幾個函數 可是有一些函數 它是沒有辦法做到你想要做的那個功能 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有必要怎麼樣 自己 透過VBA 去撰寫對應的程式 所產生出來那個叫制定函數 那個制定函數有點像量身定做 特別為你的工作 去寫出來的 對應的這個函數 那你說你只要提供給它幾個參數 它就自動幫你把結果給算出來 OK 那至於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課程的主軸 OK 然後第二個多的 我看一下 多工作表 自動化 這個當然 我是希望能夠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工作表 當然呢 你要做學會多工作表之前 可能要先了解什麼叫單一工作表 裡面的所有的元件 那每個元件其實都可以拿來 透過VBA做控制 也就是說比如說一個基本的 基本的單位就是一個儲存格 Sale 那個儲存格你要怎麼樣賦予它值 或者是說從裡面取值 或者是設定相關格式等等的 那這怎麼做 那延伸出去可能就是範圍 所以第二個也許物件就Range 那再來就是列 就Raw 加S Raws 藍 就Column Column 那你當然再來就是工作表 單一工作表就是一個sheet 那如果多工作表的話就多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有相關連性的 甚至還不只是單一個工作 多工作表 甚至多工作部 工作部就是多個檔案 因為其實很多人很多個seel檔 那如果你想要把多個工 比如說簡單的需求吧 多工作部把它變成一個工作部 合併在一起 常常遇到 我希望把那個 這麼多個 它分開來 我希望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 那怎麼做 其實也可以透過VBA來完成 那基本上的話 有些概念是相通的 所以也許我們會先從 有潛入深 有小到大 不會說一下子用很複雜的 那你可能就頭暈了對不對 就做不出來了 那你慢慢推進的話 你會發現原來這互相都有關聯性的 OK這到底比較多同學選 另外當然還有這個 這個跟 對就是我剛剛講的 工作表工作部 那實際上是互相有關聯性的 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錄製具體 這個錄製具體的話 當然我們也一定會講到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 Ecel VBA的一個特色 因為有些程式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那你如果用PiS用R 或是其他語言的話 寫不出來就寫不出來啦 OK但是 這個Ecel有一個優點 它可以錄製具體 就是你不會寫的程式 你只要把動作做完 然後把它錄製起來的話 它就自動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OK 不會寫的沒關係 它會幫你錄下來 你去看一下裡面 不過前提可能還是 需要具備有一點VBA的基礎 你才有辦法把它錄完之後做一些修改 改成你要的樣子 OK 不然的話 當然你說 老師那我錄製具體可不可以啊 可是如果你錄製具體它沒有彈性 比如說你換一個地方 它就不WALK了 那怎麼辦 你如果希望每個地方都能WALK的話 那你可能還要透過VBA的編輯 才有辦法把它改成你想要的那個樣子 所以聚集錄製加上VBA的設計 兩者結合在一起 哇 那可以變化出非常多的花樣 OK 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樣已經很足夠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地方說真的 我發現一般人的需求 因為不是每個人程式功力都那麼強大 而且需求可能也沒有那麼複雜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剛剛講的這些 其實就足夠大家在工作上應用 OK 那再來的話底下 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因為大部分工作上的需要 本來是快八成 那其他的話就是單純只是有興趣 大概占一半 OK 那為什麼來怎麼得知這邊上課 大部分都從那個網站上面 另外從我的部落格上面 還有同事推薦 OK 好大概大致上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大部分同學呢 其實程度應該算是落在中間值 這樣倒也還好 OK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也許 函數我就會挑 我不會足一個簡單的 也許我就略講 那會針對那個比較喊用的 而且 但是又很重要那些 屬於高階的函數做說明 但是如果那些 還不足以解決問題的話 那有沒有辦法通過錄製聚集 加上VBA 可以更有效率的解決你手邊的工作 OK 那這是我們後面要往前講的 那接下來 那第一個我先了解大家的程度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部分 這我們課程名稱 這我的名字 那當然如果你要找到我的相關資料的話 也不困難 那待會我會講一下這些 有關我自己簡介一下 那先講一下 我們這個課程的目標 當然 主要是希望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那怎麼樣才能夠提高工作效率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我發現很多人都卡在什麼 卡在像這工具的使用上面不熟練 那不熟練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就花很多力氣 所以 常常就是需要什麼 加班 那為什麼需要加班 因為你這個不會用 那不會用就卡 要不然就是會用 但是會用的方法很笨拙 或是很 不夠聰明 OK 那有的時候有些東西 說真的一個程式寫完 所有事情爆表啊 圖表啊 等等的都自動就產生了 但問題如果你不會的話 可能一整天的事情就是再來 明天再來一次 後天再來一次 但是如果你把 你的工作 全部都把它寫成VBA的話 說真的 真的可以一鍵完成 所以很多人啊 他說 老師我學了之後 我把它應用在工作上 一個早上的事情 真的 一個按鍵按下去 事情要解決了 那我問他 那你早上要幹嘛 他就想了一下 早上 就叫 他就講了一個詞叫什麼 裝盲 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不能讓老闆知道 OK 當然他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工作比較愜意吧 所以如果工作想要愜意的話 我是覺得如果你要愜意 當然前提是因為 你的專業姿勢已經完完全可以cover你的工作了 當然你才有辦法愜意吧 如果相反的 如果你不是的話 當然你就愜意不起來吧 你一定會頭痛 不然的話你就會想到說 旁邊有沒有同事可以幫忙的 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 到時候要找人幫忙 欠人家人情 那也就 我是建議就是 你不如就是把這些好好學學吧 OK 當然工作裡面的專業不只是這些 不過我發現這個是算最基本的 因為工作裡面會用到電腦的機會 實在太大了 要處理資料的機會也太多了 因為其實每天都要處理報表 甚至老闆可能要看一些視覺化的東西 能夠更清楚讓他做決策的話 那有什麼方式來完成 OK 那當然相對的 正向的是說 你會有越來越的成就感 有沒有 你越做這個工作 你會覺得越開心 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就 不用擔心工作上的問題 甚至有 之前有同學 越來越往上 他覺得那個工作好像 對他來講太簡單 他就想說 老師我不要換工作 所以你可以斟酌一下 你可以騎驢找馬 如果有更好的工作 你何樂不為 對不對 你就因為你有更多的專業 然後你就有更多的選擇 而不是被老闆選擇 對不對 如果哪一天你可以很有勇氣 如果老闆這個壓榨你的話 你可以跟他說 說say no的勇氣的話 前提是你必須要有一點點 可能專業技能吧 沒有 反正這個如果這裡不能待的話 你可以很快就可以找到其他地方工作 甚至有的時候薪資可以提高還蠻多的 那這裡有一個同學跟我分享說 他因為學這些東西 他說他們老闆給他加薪 而且他說加薪的幅度還蠻大的 OK 他跟我講說他的薪水已經是兩倍了 然後說你怎麼這麼好 哇你們公司是很佛 他說他們是外商公司 外商公司比較看的是你的能力 而不是看你的背景 後台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目標是希望 至少把以上裡面的所有的函數都了解 250幾個 當然一般是相通的 那其實他的使用方法都幾乎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主要是教各位 如何使用函數的方法 因為都一樣 也就是說如果你從來沒用過的函數 但是你如果有觀念的話 其實也可以透過同樣的方式 馬上可以用那些函數 OK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都相通的 再來的話就是說 後面我們會從函數使用再到VBA 因為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Essail還是沒有那個函數 就是沒有那個功能 沒有那個功能怎麼辦 你必須要自己變出來 那怎麼變 OK 透過VBA 那VBA基本上主要是有兩種 一種叫SUB SUB的話有點像按鈕 有沒有按下去 他跑完就結束了 那Function的話剛好不一樣 他比較不像按鈕 他有點像 Function的話有點像一般使用函數的觀念 就是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比如說你給我第一個參數 你給我第二個參數 你給他之後 他會return 就是返還給你你要的結果 有點像互動式的 這叫Function OK 那這兩個都是我們會講到的主軸 不過用的比較多的話 跟各位講還是這個SUB 另外的話 錄字聚集 你如果錄下來的東西其實也是SUB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SUB實際上他就是把你所有動作都錄下來 然後給你一個叫做SUB的東西 所以錄字聚集跟SUB是有關聯性的 OK 雖然名稱不一樣 但實際上理直是一樣的 OK 那差別就是說聚集是 Excel幫你產生的 那VBA是你自己寫的 是因為我們都會想到 所以各位大家先有個概念 有個觀念就可以了 那再來其他的話一些VBA的重要技巧 我會按部就班 然後如果你特別小心就是說 程式寫錯一個字都不行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怎麼樣不寫錯程式 可能還是要花時間練習 一定要自己動手 程式最怕是用眼睛看的 你用眼睛看絕對寫不好程式 一定要動手 而且可能會遇到錯誤沒關係 沒有人不可能說沒有寫錯程式的啦 沒有寫錯程式沒關係 修正越寫越純熟 OK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就是 怎麼樣在VBA裡面做表單的事 比如說你要輸入一些資料 那你需要建一個表單 那再來就是把Excel當資料庫 那有同學可能想說 Excel能當資料庫嗎 為什麼不行 OK 它本身其實就藍位式的嘛 那其實資料庫本身也是藍位式的啊 OK 那差別只是說 當然Excel拿來當資料庫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效率一定是比較差的 OK 可是問題 如果你假設你要方便就好了 反正我沒差 效率快慢不是重點的話 那沒關係啊 你就是直接拿來用就好了嘛 簡單又方便嘛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它一個工作表最多的比數 比數 列數啦 其實就是資料庫的比數 最多是10485千 104萬筆 是它的極限值 所以如果你的資料會超過104萬多筆 那可能就不建議用Excel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再透過像其他的物件 像ADO 你可以再跟資料庫串聯 這是絕對都辦得到的 那再來的話其他還有什麼 比如說下載 像網路爬蟲 你說爬蟲 Excel VBA 當然絕對可以 會不會很困難 不是覺得OK 而且它裡面有內建一些功能 來做簡單爬蟲 已經綽綽有餘了 OK 當然Python也OK啦 可是我剛剛講過嘛 Python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很快的可以把它學會的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其他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有規劃就是有入門班跟進行 因為其實 畢竟後面的難度還是比較高 所以有些比較困難的 我會把它留在後面 進階班再做討論 OK 其他的話像什麼 多工作表 像多工作部等等的 那其他的話呢 如果你要找到 我 其實Google 關鍵字你只要打吳老師 或者是吳老師教學好了 我幫你打吳老師教學好了 這個關鍵字 第一個page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連結 都是我 我放上去的這個相關資料 包含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我的教學部落格 因為我部落格上面 大概有快要一千篇的 有關這個電腦教學相關的文章 然後還有我第二個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YouTube頻道上面 應該有大概三萬 三萬五吧 的訂閱人數了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學一些 如果你有時間 那上面其實有蠻多影片 你可以先去看看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像我的教學論壇等等的 大概這些東西 那這是我相關的簡歷 剛剛有講到 OK 你可以Google那個吳老師教學這個關鍵字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好像都是我的啦 OK 應該 沒有問題 OK 那其他的話 我在學校啦 在一些 推廣部啦 那在業界也 這個 這個算還蠻經驗 蠻有經驗的 那之前有創業的那個經驗 OK 那其他拿一些一些獎項 大概這些 那我的證照 大概有三十來張 OK 反正各式各樣 其實之前是 有機會的話就去把一些 這個不懂的部分把它補上 像最近的話 我本來是 寒假的時候參與一個 Python的證照 研習 是那個 AI跟機器 機器學習的 不過因為辦在中原大學 那剛好上個月 發生了很嚴重的那個事情 結果就延期了 OK 延到暑假 OK 所以之後啦 當然有機會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OK 其他的話 再來有關參考用書 我是建議啦 首篇當然也需要一些用書 那我是建議第一個 你一定要把函數先搞懂 因為函數是最基本的 那裡面有250幾個 最好是每個都知道一下 哪些比較重要 那這本書的好處就是 它有468招 468個範例 怎麼去使用 Excel的函數去解決問題 都是一些 我是覺得算起來還算實用的範例 的解決方式 但是這本書的缺點是沒有VBA啦 OK 所以它全部都用函數來解決 但是有些事情 簡單的事情用一些函數來解決 或許OK 但是複雜的事情 你如果還用函數用那些公式來完成 你會真的是會非常的辛苦啦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倒不如用VBA 所以複雜的事情就交給VBA吧 簡單的事情就交給函數 所以使用那個工具 不是說一套就全部都一定要用程式 沒有啦 簡單的事情殺雞不用牛刀嘛 對不對 你幹嘛一定要什麼東西都用程式 那已經算是太過頭 太over了 對不對 簡單的事情 用個簡單的工具完成不就好了 OK 所以善用工具 這點我覺得還蠻重要 不是說我一定要學得很高深的東西 才算厲害 沒有啦 我是覺得比較厲害就是你用簡單的工具 也可以處理複雜的事情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坊間相關書籍 也是有VBA相關書籍還蠻多的 那像是什麼 一些超圖解的 像這個是日本人 上面那本是日本人寫的 下面的話是大陸的翻譯過來的 那書名因為取得蠻好的 所以銷量那時候還蠻好的 那之前有學員就買了書回去看 因為看了書名買回家之後 看完之後發現 他這個根本就詐騙嘛 為什麼 因為Excel VBA一點都不難 剛後面是一鍵可以搞定 最後報告是OK 那問題其實他看完之後 好像還是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OK 不過呢 當然我們會用那個循序漸進的方式 其實跟各位做說明 好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暗部就班 會先講這五大類函數 然後呢 從函數再推進到這個VBA的整個步驟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先幫我做 先到那個 我的下面那個連結 雲端的部分 輸入之後的話 直接就輸入到網址列 所以你就把那個網址 直接輸入到這個上面 輸入完之後按Enter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範例檔 所以待會請你把那個 這個範例檔把它下載 點開來 直接下載 這邊也下載 OK 下載之後解壓縮 那我們後面就會先 利用這些範例 當成問題 所以按右鍵 這邊也可以解壓縮 我們用什麼 7D 解壓縮致死 OK 這邊就有範例檔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會有五大類的函數 然後裡面打開第一個 第一個練習的第一個檔案 先幫我打開來 那比如說我要解決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希望做資料的合併 合併什麼意思呢 手機號碼實際上它被拆成三個欄位 11指的是什麼 0911 然後如果我希望呢 我將來的手機號碼格式長這樣 幫我放在這裡的話 那我需要什麼 先加09 然後再11 所以要串接m的符號 所以上面這邊有個說明 m的符號 然後中間要加- -符號 有沒有 然後呢 後面的話呢 一定要3碼 那如果不足3碼的話呢 要幫我補0 所以哦 如果說它不足3碼 所以一定要是3 不足的話要補0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辦 如果今天呢 我們遇到這一道問題的話 該怎麼做最好 當然哦 你可以用公式 直接在這邊做一個公式輸入 對不對 另外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最好在這邊產生按鈕 我們是模擬 希望模擬什麼 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按下去之後 啪就自動完成了 然後這個按鈕的話呢 是按下去之後 自動幫我把資料再刪掉 類似像這樣 如果我需要達到這樣的一個需求的話 該怎麼做 當然有很多方法 我們後面會講 可以用錄製聚集的 也可以寫VPA 好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怎麼完成 畫面先切換給各位